這個傳統票上的中南部啊 現在他的口號台灣next 這個宣傳海報到處都有 但也民眾抱怨說啊 看不懂要表達什麼意義 而馬總統推出的 We are one 這競選的MV 也被有心人士認為要推動統一 台灣 看不懂 看不懂 年輕的看到有老婆的看到沒有 街頭出現了腳印的競選海報 到底這台灣next 怎麼翻譯 比如說像什麼政黨輪屁之類的啦 看不懂 都改朝換代了嗎 next這個字有許多的意涵 有人說代表下一位總統 或者是下一步的意思 但也有人說 這個字有次要的意思 這恐怕就違背了競選初衷 用一些像是什麼 台灣first啊 或是台灣number one 這樣子的話 可能更容易能夠表達這個意思 減少這些誤會吧 這年頭拼選戰 好像大家都拼命繞英文 同一片天空 We are one 馬總統推出競選MV 歌名We are one 和獅子王第二集的歌名一樣 文法上頭應該沒有錯誤 不過民眾對於one 可有很多種的想像 我是覺得應該不要用one 我覺得不好啦 不是嗎 統一嘛 就是誰統誰 英文老實說one就是同心協力 群體的意思 不必過度的政治化解讀 再看看有立委參選人 推出了power to Taiwan的口號 這個to也是讓人怎麼看怎麼怪 原來是源自於這首歌 也難怪這中文版本寫的是台灣的潰爛 是不是感覺就很有power 參選人為了強而有力的口號 絞盡腦汁 只不過民眾未必領情 南京環球聯發高雄報導 旅行